台湾火航昨天吴玉瑾在脸书释出消息表示 今天一早开卖非韩国的促销机票 单程未税最低价只要2000多元起 但是不含托运行李选位跟餐点 而韩籍联航真航空也即将开航台北到大丘航线 来回含税价4000多元 不过是红颜航班 但有旅游作家也提醒 民众在购买促销机票之前 有一些陷阱也要特别留意 早上10点1到民众守在电脑前 开枪虎航飞韩国的机票 因为业者前一天在脸书上无预警释出消息 表示桃源飞福山大丘首尔根济州 单程机票未税价只要2000多元起 即日起到明年10月都能搭乘 民众听到这价格眼睛都亮了起来 很便宜啊 以前要去韩国应该不会不止这个价钱 观光的话多少可能会 比如说跟家人或是细家带卷的 即便它的价钱便宜 行李就会影响到第一个时间 第二个你的负重 但仔细一看 这波促销基本票价组合 只含税金跟10公斤手提行李 不含托运选位餐点跟不能退款 下手前可要特别留意 另外像是韩籍联航真航空 12月30号起开航台北到大丘 来回含税以及行李 最低价4700多元 不过可是红眼航班 至于亚航睽为11年后 明年要再度开航台北到曼谷郎漫的航线 来回含税最低价7600多元 要是来回分开买更加便宜 不过旅游作家提醒 促销机票限定不少 除了手提行李尺寸 重量严格限制 部分航班登机口距离也比较远 甚至没有空桥 不适合行动不便的长辈 另外起飞时间大多都是在 离风时段 去日本可能搭JR 搭地铁 那可能这个那么早的时候 它地铁班是可能没有这么密集 甚至还没开 深夜的计程车也比较贵 解放出国 机票便宜卖 不过但数不少 民众下手钱可得再多做功课 这里苏宇州伟集业台北采访报道